那麼侯友宜說已經點頭 說會加入這個國民黨的提名委員會 然後呢 召集人朱立倫 然後呢他的副主席 還有一些這個國民黨的直轄市的市長 都是啦 那徐曉昕說很棒 朱立倫沒受傷 那另外呢 他在笑 後來呢 這個選擇會 那說黨需要一定的承擔 那說侯友宜在等朱立倫開口 民進黨說 你看已經開始罵了 民進黨說侯友宜一切都是欺騙 網路就罵侯友宜是政治殺難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侯友宜原來不是講 呵呵這事嗎 你現在怎麼答應加入他的提名委員會呢 你不是跟國民黨保持一點的距離嗎 你怎麼還加入提名委員會呢 所以我就講說 侯友宜真的不要顧慮這麼多 怎麼樣都會罵你 說我現在不宣布 我等到四月五月 新北市議會開幕再說 等到民進黨議員執行員再說 你怎麼再說也不可能還是會罵了 怎麼都會罵了 國民黨跟二零一九年是一樣 二零一八年的地方選舉 國民黨也大勝 所以會讓國民黨在二零一八年的那個時刻 他都覺得二零二二零年國民黨要回來了 當作二零一九年除了蔡英文的操作之外 還有香港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外部因素所引發的那個整個的整個的氛圍的改變是很重要的 那原來我認為侯友宜因為他兩次的兩次的新北市長狂勝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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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勝的氣勢是沒有人可以擋得住的 所以他可以等 因為看大家就是說群衆被併起 表態到最後的時候晚一點表態都無法 不過我覺得我覺得最近的總體的氣氛是改變很快的 那個改變倒不是從我的角度來倒不是人的問題 而是他給那種感覺就是國民黨國民黨就是不擅長打季後賽 你你你你即使呢在例行賽的時候呢 你大勝可是季後賽的時候呢 你常常被老八幹掉 那第一輪呢就就就淘汰 因為上次的經驗讓許多藍軍的支持者都會有一種即使呢 九合一選舉狂勝才剛到手 可是我認為大部分的藍軍不管是政治人或者是支持者 面對二零二四年的時候心裡面沒有一個是踏實的 大家都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而且藍軍有一種特性就是就像我們前面的討論一樣 藍軍知道二零二四年不是政權的問題 而是對臺灣的命運很重要 對臺灣的安全很重要 對我們在這地方的安身力面很重要 除了人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在整個的輿論場當中 他有一個很特殊的轉變 就是當民進黨的開始 開始把他的那種那種的好戰的那種的球 球戰的那種的形象做了相當程度的包裝 當他把抗中保臺抗中拿掉貼上和平兩個字的時候 還是有用的開春以來兩岸之間的召喚 民進黨幾乎有求必應 你海基會的春春酒會的時候 台商到了這麼的整齊 就大家都已經準備好了 要要春節的春節的小小三通開 小三通中轉開 要增加航點大陸的要求開 要大三通開 你看到最近的商總現在正在大陸 商總這次拋去的議題 我把它看完了之後 那叫做沒有福茂協議的福茂協議 那個內容就是福茂協議簽不成了 就像是卜瑞澤講的 台灣的莫名其妙 卜瑞澤在質疑就是說 你們台灣怎麼民進黨怎麼會民粹 到這樣的地步 讓太陽花搞到兩岸之間都有力的 福茂協議竟然都給毀了 但是現在呢 商總帶上去的 從觀光金融等等 你看所有的排下來 包括農漁業被禁止的 如何重新恢復開放進口 大陸也釋放正面訊息 現在當台灣的民眾覺得 民進黨執政也沒事啊 我說民進黨的現在 包括我剛剛聽到的就是志偉兄 我覺得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呢 在過去幾個月裡面 我覺得表現得不錯 表現得不錯就是說 明明呢都都是老鷹 但現在學鴿子教都學得非常像 就是過去呢當老鷹 可是你看每個都學鴿子教啊 都都是我們要避戰啊 我們要和平 這個調子跟去年差很多啊 跟去年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怎麼樣能夠去激怒老共 或者2019年如何能夠激怒對岸 我都努力的做 但是現在沒有啊 現在呢連直航的時候 再也沒有人去質疑大陸的疫情 大陸的防疫的數字 再也沒有了 包括了最近你看到的馬英九要登陸 我認為能夠讓國民黨把那個氣呢 轉回來的關鍵就在馬英九了 就看馬英九這一次的出訪 跟蔡英的出訪 他會是個很重要的國際比較啊 眼前的氣氛來講 大的政治氣氛 民進黨的戰略的轉身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他很趕 就是能夠把自己過去呢 所有講過的話都終沒聽到 開始呢扮演一個和平歌的角色 我們哪辦得到嘛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